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 就是政府预算的决策过程 以及它的一个相应模式问题 决策过程以及一个相应模式是什么样的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包括这么两个支联 一个就是它的决策程序 一个是它的编制模式 这个点使我们的重点 也就是呢出题会比较多 这个作为我们了解熟悉的内容就行 那我们来看啊 首先呢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一个支联 政府预算的一个决策程序问题 怎么进行决策的 那我们来看 政府预算的决策程序的一个法定性 为什么是法定性啊 我们在前面研究的时候 它在政治学视角之下 它就是一个政府预算的一个 就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活动 所有的政治性的活动 那么它都有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步骤 都要遵循它一个具体的一个程序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吧 那么政府决策依据的特征 以及它的一个程序的一个法定性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就是预测 预算它的决策依据 也预测结论的不确定性 需要法定程序保证 原因在于什么呀 首先第一个就是预算 决策的依据的客观性是相对的 另外 受预算的审查者 决策者认知水平的一些立场观点的不同 预测结论也有不确定性 说白了就是一切都存在这个不确定性 一切都存在着不确定性 如果你不用法律来保证它的话 那么将来如果说出现一些偏颇 怎么办 所以我们的法律就规定了 它的预测性本身就有这些问题 但是如果说我们大体的预测 后期我们可以做一些 这些补充性的一些内容 但是它既然做出来了 它就是正确的 我们所有的人就要按照它去做就行了 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谁也不能保证预测一定是正确的 但是你这么说不行啊 我们得用法律规定下来 让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你必须要听从的事 你也必须要认可的事情 那么它才能够 按部就班的执行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它要用这个法定性要保证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不确定性 它有不确定性存在的 这是咱们这个点 另外一个就是 它所决策所依据的法规标准 需要呢依据法定程序进行指定 怎么来执行 执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有些人 就像这个预算供给方 他会有寻租涉租的这个呀 对吧 如果你不对他去进行保证的话 那么这一些人就会中保私囊呀 所以我们必须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如果出现这些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 用这种制度去约束他 另外立法行政机关 在运用这些决策程序标准的时候 应该呢 运用自由采量权 根据他法定程序处理呢 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一些事项 另外一点就是 预算决策的依据 需要遵循法定程序 遵循相关的一个解释 说白了就是 他有他不确定性和这种概括性 所以呢 我们要根据大体给出来这个法律 给予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 说白了就是因为他预测上 有这种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不管是决策过程也好 还是整个的这个立法审议也好 我们都要用法律的形式 给他规定下来 让大家呢 共同遵守 就这么个事啊 这一些我们呢 作为了解即兴 没什么可深入去讲的 没必要 另外一点是 政府预算方案的 编制 审议 这个必须遵循法定程序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吧 今天经常会看见我们一些制度的决定 都是呢 要看一下能不能通过人代会的一些 同意啊 我们一到开人代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出现各种言论 比如说税率再降低吧 增值税的税率就统一一个标准吧 房产税要怎么进行开征吧 或者说呢 我们这些英语的这个就取消吧 高考制度怎么改革吧 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慢慢的都出来了 但是他最终能不能够成为现实 要看人大是否能够审议通过呀 通过了之后才能够全国范围内去实行 所以呢 他都需要按照这种法定程序去确定的 只有他确定下来的才能够实行 他不确定下来的 你仅仅是作为一个言论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 每个人都说了算 那我们怎么去执行啊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 说呢 你按照规定程序边预算该审的按照规定来审议预算 预算进行调整 要按照规定进行审议调整就可以了 这是呢 咱们这个点 不对他过多的展开 没有什么可展开的一个必要 我们往年的对他基本上也不怎么考 你就知道他是按照法定的程序去进行的 就是因为他有这种预测性和不确定性 我们必须要有一种程序把它给规定下来 规范下来 这是咱们的第一点 它的法定性 那么第二点是政府预算决策过程的实质 是对公共偏好的选择 什么叫对公共偏好的选择呀 说白了就是政府预算 它的决策对象就是公共偏好 说白 就是说呢 你政府所做的这个决策 给大家提供的这些公共物品 都是因为大家觉得他需要需要你政府提供给我们 比如说需要政府你给我们修路 对吧 你让个人去修的话修不起来呀 这个路 收费吗 谁去修 所以得政府去干这件事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政府决策 它是对公共偏好的一个选择 要达到呢 社会公认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供求平衡 这就是我们第一章当中 市场你提供不了公共物品了 由我们政府来进行提供 这些公共物品是大家都需要的 但是市场上有没人进行提供 所以我们政府要提供的一些内容 另外公共偏好是以个人为评价基础的 虽然你政府预算的决策是公共偏好 但是所谓的公共是大家每一个人意志的 或者是需求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那么这时候才能够形成我们的最终的一个偏好问题 最终的一个偏好啊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另外公共偏好采取政治程序进行决策 选民呢参与集体选择过程 行使他们的权利来选择直接决策者 寄希望于完成公共物品以及供给方面的决策 说白了我们国家十几亿的人口 我们前段时间人口普查的结果 对吧 人口普查的结果出来了 我们现在多少人14亿 多的人口 那么你不能让每个人 把他这个都表达上来之后 然后我们整体去进行这个决策 所以我们基本上找了一部分代表来 所以他都是按照这种公共偏好 他有这种政治决策程序体现出来的啊 这个点当中重点了解的就是这个公共偏好 是呢我们政府预算决策过程的一个实质 就是说靠什么来做这个决策 就是大家需要 就是大家需要一个三峡大坝来工程 我们需要高铁建设来满足我们的交通需要 所以他都是应运这个应运而生的啊 这是咱们这一点 在这个里面当中就记住这几点就行了 公共偏好的选择 以个人为评价基础 他同样要采取政治程序就行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政府预算的决策程序具有强制性 为什么具有强制性 因为他是整个的一个政治活动 同时我说来着 他并不能让所有的人把意愿 所有人都表出来 而且你要知道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那么我们十四亿人 那么就有可能有十四亿种不同的声音 那我们到底按谁的做呢 那我们总可能会牺牲小一部分的力 来满足大多数人的这个要求 就像我们经常说过 说我们举手表决啊 举手表决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少数服从多数 过半数以上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程序上也是一样的 在整个这个程序过程当中 那我们遵循的就是 我们偏好表达的一个强制性 偏好表达强制性 就是说呢 你 他是让大家表达出来了 但是呢 可能仅仅要的是一小部分 一部分人的一个志愿 因为有一些人明明知道 他即使把他的声音表达出来 可能也得不到采用 他可能就不再表达了 这是这一个点 所以呢 你政府在做的时候 就要设计一种制度 让大家都能够表达自己的一个意愿 这是咱们这个点 另外 投票规则的强制性 就是我说的 少数服从多数 一旦你出现了这个规则 要少数服从多数 那我们少数人就会成为牺牲品呀 我愿意吗 我当然不愿意呀 凭什么呀 另外一点就是 政策意志的一个强制性 你政府的一些决策 你是呢 把公共需要转化为了国家意志 决策的时候就要求呢 公共偏好与当前者的意志是一样的 你把公共偏好 大部分人的这个意愿 转化为国家意志 那么最终不就是让他们两者保持一致吗 另外 决策结果的强制性 说白了就是 我一旦做出来了这个结果之后 我出现了这个文件 你所有的人都要按照这个规定去执行 就像我们说的 人在会上通过的这一些决策 也并不是说百分之百全票通过的呀 对吧 那么它可能会存在几种不同的这个声音 但是呢 它会有一旦形成之后 我们确立下来之后 所有人你就按照这个去执行就行了 虽然会不会有不同的声音 会不会有一些 质疑它的声音 会存在 即使是会存在 也要按照这么去进行执行 这是呢 咱们政府预算决策过程具有强制性 偏好表达上具备着 那么你投票规则上有 政府的意志上也会存在 强制结果 也就是呢 决策结果的也具有相当的强制性 一旦出来之后 所有人都要遵循 按照如此去做就行了 这是呢 咱们这个点 对于这一部分呢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一部分可能会成为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 这是咱们这个点 那么另外 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前面既然说了 它具有这种强制性 我们明明知道了 它牺牲了一部分的利益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总是会寻求 更好的一个路径 就是说白了 我们目前的预算制度 并不是说它多么的完善 它还完全有改进的一个余地 对吧 那我们如何去优化 政府预算结册的一个路径呢 怎么去优化呀 那么第一个就是 以民主改进 政治决策程序 让它更加的一个民主化 让我们的民众 所有的人都能够表达出来自己的一个意愿 参与社会选择的机会 另外 你的决策要提高透明度 不能够说 私自就做了某一些相应的一些决定 这事儿我们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是 适当以市场化的方式 弥补预算决策政治上的一个缺陷 这是什么意思 首先你能够民主化 进而呢 我们采取一些措施 弥补预算决策的一个政治程序 为什么 我们政府在做的时候 是以非市场化的一些方式去做的 对吧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必须以经济效率补充政治政策 对一切计划项目 分析论证进行取舍 运用计划规划预算 还有呢 我们的一些 灵机预算 绩效预算等方法 来选择效率方案 提高决策的科学化程序 最终实现政治决策和市场化决策方式的统一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适当以 市场化的方式 弥补预算决策程序的一个缺陷啊 就是说白了 你政府并不是所有的项目 你都能够做得良的 也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必须你来做 你可以让市场当中的主体参与进来 我们在第二章当中就学过一个PPP模式 对吧 我们还有呢 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的其他的一些模式 都可以引入我们的私人的一些企业 让他们参与进来 那么这样的话 既可以减轻政府的一个财政的压力 也可以让政府有参与感 可以让他们适当的进行盈利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政府压力会比较小呀 所以呢 通过这些零级预算 绩效预算 选择更加合适的方法 去执行就可以了 把它们规划进来就可以了 这是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好 这是呢 我们这一部分 就是说呢 我们明知道我们的预算 是确实是需要法定程序去批准 但是并不是说它是完美不确的 有这一些不好的点 我们要尽量去规避就行了 除了以市场化的这些方式 我们还可以怎么办 明确权力边界 建立一个制衡的一个机制 什么意思 就说你政府 你该干的 你去干 但是我也并不保证 政府当中 那么他做的一定特别好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些 监督的制衡机制 对他们进行监督 时刻提醒他们 你们要为人民服务 包括我们的立法机关 我们的社会大众 我们的各媒体 新闻媒体等等 整体对他去进行监督 对他去进行制衡 避免我们权力过一击中 你要知道 人一旦权力大了 那么私心慢慢的 也就来了 这是咱们这一点 好 那么针对这部分 我们来看一道具体的一个题目 说下列方法当中 能够以适当的市场化方式 弥补预算决策 政治缺陷的有哪一些呀 我们可以采取哪种形式啊 我们可以采取哪种形式 那我们以市场化的方式 绩效预算 富士预算 国库集中支付 还是政府采购呀 应该是哪个 应该是我们的政府采购 也就是说 哪个是参与到了市场当中去了呀 哪个是确确实实 是市场当中呀 政府采购 为什么 因为呢 你到市场当中去购买东西了 对吧 你让市场当中的主体参与进来了 市场化 所谓的市场化 就是你要参与到市场当中去 让市场的中体有这种参与感 所以答案选咱们的四地学校 另外 政府预算决策程序的强制性 主要表现在哪啊 政府预算程序的一个强制性 有哪些 首先 有没有预算标准强制性 没有 但是偏好表达有强制性 投票规则有强制性 政策意志 有没有强制性 有 它把公共偏好转换为国家意志 让他们呢 和当权者的意志是一致的 另外 决策结果也有强制性 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所以答案选咱们的 B C D E 这几个内容 所以呢 对于咱们这个知识点 你就要注意了 它的重点在哪 就这些偏好啊 它的一些内容啊 另外 政府预算的决策 是对公共偏好的选择 它的特征有什么样的呀 是对公共偏好的选择 它是以个人偏好为基础 对不对 所有的公共偏好 都是把大家的这个偏好 集中到一起体现出来的 是以国家偏好为基础吗 A选项 对 B选项 那肯定就是错误的 C 由公民直接决策吗 当然不是啊 由你的代表者 说是算啊 由政治程序 进行决策的 对吧 通过政治程序 由咱们代表者 进行的 由国家进行规及吗 是不是由国家进行规及的 国家把大家的这个偏好 集中到一起 来体现 所以答案选咱们的 A D E 这几项啊 采取政治程序 由什么 它的集中体现 就是由国家 进行了相应的一个规及啊 由国家进行了一个相应的规及 这是咱们这一点 这就是呢 咱们政府预算 它的一个决策程序 对这个决策程序当中 说老师 我也觉得 也看不出来 它有什么具体的 这个决策程序啊 说白了啊 对于这个点 你在理解的时候 主要就是什么呀 把它相应 内容当中 也就是说 我怎么进行决策的 我怎么进行决策了呀 我怎么去进行 这个法律的 说白了就是 我知道它是一个 按照法定程序 进行的一个 国家预算 就可以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有哪一些是我表达不出来的 我怎么能够更好的 让它这个法制性的一个具体体现 就是刚刚刚讲的这些内容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政府预算的一个编制模式的主要内容 这里面会涉及到的我们一些分类问题 希望大家呢 重点把握这些知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政府预算的一个编制模式问题 那么怎么进行的一个编制呢 那我们来看 说呢 它这个编制呢 我们主要也是从什么呀 不同的这个角度去分析 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我们政府预算 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去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以后出现了 就是说你从不同的角度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角度不同去 对它进行一个划分 那么第一种 划分方式 就是按照它的编制的结构 去进行划分的话 我们分为了两类 第一类是单数预算 一类是负数预算 什么叫单数预算 就是特别的简单 它就是一个收入 一个支出 一个收入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支出 所有的收入都放在收入这一栏 所有的支出都放在支出这一栏 但是你如果想去看一下 在这个收入上 哪些是税收收入 哪些是增值税的收入 哪些是这个 歇索的税的收入 哪些是咱们这个非税收入 可能不太好分清楚 因为它就是呢 这些都是收入 这边都是咱们这些支出 不太好分清啊 但是 哪有没有优点 有特别简单 收入往这一放 支出往这一放 特别简单 不用费什么脑子 就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单身预算就是不区分 各种收支性质的预算组织形式 把全部的财政收支 在一个总预算之内 变成一个收支的一个对照表 那么有利于反映呢 预算的整体性 统一性 可以明确体现 政府呢 财政收支规模和基本结构 便于呢 咱们立法机构审议和公众的一个监督 便于立法机构的审议和公众的一个监督 缺点是什么呀 单身预算呢 不能反映各项财政收支的一个经济性质 不利于监督和管理 同时呢 也不利于体现政府在不同领域活动的一个性质和特点 都不能够体现出来 也就是说呢 他仅仅是非常清晰的告诉你 这边是收入 这边是支出 但是你要告诉我哪些是按照 我们说过 按照经济性质进行划分的 我们购买性支出 哪些是我们的这些转移性支出分不出来 所以如果要进行这样去看的话 它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什么呀 弊端了 这是这一点 而对于咱们的富市预算 它就比单市预算要好一点 它是按照什么呀 收入来源和支出性质来进行的划分 说来的你是来源于税收 还是来源于其他的 支出的性质 你是按照 是购买性支出 还是我们的转移性支出 它能够分得特别清楚 那么它在编制预算的时候 就不再单纯的是一个 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收支对照表 让你去看 你想看哪一方面 你想看整体的 有整体的 你看分着看 有分着看的 它是不一样的啊 至少咱们这个点 最早呢 实行富市预算的国家是哪个呀 丹麦和咱们的瑞典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叫什么呀 双重预算 就是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 是富市预算的一个典型 什么叫双重预算 一个就是经常性的预算 一个是资本预算 经常预算呢 它的收入当中 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些税收 各种的这些税收收入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嘛 所以它就称之为经常性的收入 经常性的一个预算支出呢 就包括我们用这一些收入 用于了我们这些 文教科学卫生啊 这些事业行政管理机费 各项事业费的一些 社会保障费的一些支出 而对于呢 资本预算 就是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 资本所有者 比如说你的国有资产的一些收益 你的国有资本的一些收益 比如说你的资产进行处置 还有债务的一些收入等等这些 作为就是作为你作为资产的一个所有者 你在这方面取得的一个收入 而对于你的支出呢 主要包括政府的各项资本性的一个支出 各项资本性的支出 比如说你投资 你的投资支出 这些方面啊 所以呢 它包括这两大类 一部分是经常性的支出 一部分是咱们的资本性的支出 那我们来看吧 咱们的第二种分类 就是按照呢 编制的方法 前面是按照结构 就是你一看 这就是单式的 这就是复式的 那么这个按照呢 编制方法不一样 我们分为了基数预算 分为了零基预算 在这呢 也是给大家提炼的 其实呢 简单来理解 什么叫基数预算 我们每一年都做预算 对吧 假如说我做2021年预算的时候 我是参考2020年 往年的一个数据 在这个情况上 那我在考虑 今年的一个具体情况 在2020年的数字上 我来加加减减 哪一些方面要多一点 哪一些方面要少一点 这叫什么 这叫基数预算 在上 说吧 就是在上一年的基础之上 我来做今年的预算 而零基预算是什么意思 我同样要做2021年的预算 往年你做过什么 我都不管 那我要看一下 从零开始 我要有哪些收入 我要有哪些支出 一点一点的来 所以你去看一下 这两个哪个工作量大呀 肯定是零基预算 工作量大 你所有都从头开始啊 而这个你只需要在 原来的基础之上 做一下加工就行了呀 对吧 那么同样的 那么基数预算 有没有这个缺点呀 有 你如果参考往年的 那么我们可能受往年的一些限制啊 对吧 但是我零基预算就不一样了 我完全所有的东西我都看今年的 一切从零开始编 所以呢 他不受以往的一些限制 这是咱们这一点 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啊 我不再给大家去念 你就参考我这个例子 就能够知道什么叫基数预算 什么叫做咱们的零基预算 所以他们的优缺点的话 我刚刚是不是也说过了 基数预算非常的简单易行 你就在上一年的基础上 加加减减就行 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你如果说一些编制人员 他这个水平比较低的话 管理要求不高的话 那么也能够满足他相应的一个 这个预算的编制要求 因为你只需要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来进行操作嘛 但是零基预算就不一样了 他这个的话 要注意啊 我们的零基预算 要注意的一件事 他不是受以往年度的一个安排 他有较大的一个回旋余地 可以防止预算收支结构的僵化和财政的拖累 我所有的从零开始啊 我今年哪一个方面我要重点去做 那我就重点支出去一部分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但是他有没有缺点呢 有 所有的支出都能够用零基预算 从零开始编制吗 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所有的呢都从零 有一些收支 它是具有刚性的 什么意思 哪些具有刚性 这个刚性这个词我们在第几张学过 在第二张学过 有一些支出是必要的支出 你没有必要从零再进行编制它 比如说我们的债务利息支出 我们借的公债 你每一年还本付息的这个额度是固定的 是确定好的的 是不能调整的 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还有那些社会保障支出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它都是一些刚性的支出 你完全没有必要从零对它开始了 而对于我们的基顺预算要注意 你的基顺预算当中 如果说你这个人员的水平比较低 那么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个预测 预测的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你这个主观随意性太大 缺乏了一些科学的相应的依据 所以每一种预算都有它的优点 也都有它的一个相应的缺点 那么对于咱们的基顺预算和灵性预算 他们俩去比较的话 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一个是什么呀 我们的基顺预算 是不是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 在它的基础上去做一些事 那么我们要这个就比较简单呀 而我们这个灵性预算是什么 白手起家 有比较困难 会预算比较多的一个困难 这是咱们的第二种 那么第三种就是按照预算编制的一个政策导向进行分类 什么叫政策导向呀 就是说我看一看我是投入预算 还是这个绩效预算 一个是按照以投入为导向 一个是以结果为导向 以投入为导向什么意思 我只管花钱 只要你需要有项目需要 我就给你往里头 至于你将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不是特别关心 我只关心于我投到每一个项目的钱 是不是投的比较合适 同时要注意一点是 怎么才能考虑每个项目投的这个钱 是不是合适 那你就是每个项目都是单独独立的 各个项目之间 它的资金不能够互通有无 自己做自己的独立的一个项目 所以呢 它要限制并且禁止资金在不同项目之间的转移 因为这个时候才能够体现出来 我在三峡大坝当中我投了多少钱 我在高铁建设当中我投了多少钱 才能更加的明晰 知道吧 但是我说来着 它有没有有缺点 同样也有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优点就是它可以使预算管理立法的一个制度化 便于咱们的立法机关进行审议 但是它也有缺点呀 缺点就是你不重视阐述 你只往往里头 那么要的越来越多 那么会导致我们的机构效率低下 人员膨胀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你不注重这个产出的一个结果呀 所以啊 这是我们要注意 而对于呢 我们的头 这个 绩效预算是什么呀 因为刚刚上面是分为我们的投入预算和绩效预算吗 对于我们的绩效预算当中 它考虑的是什么 结果 以结果为导向 最早产生于哪啊 美国 就是说呢 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我再看我的钱怎么往里头 投多少来进行 那么这样的话 会不会有 比前面比较起来 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那你这样的话 就是我知道我要要什么样的 那我就能够去看 你投资的是不是合适 不合适 我再进行调整 因为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我所有的一些投入 所有的一些决策 都是为了达成这个结果 达成这个目标 而设置的 所以呢 这就是绩效预算的好处 那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什么呀 绩效管理呀 我们所有的现在都考虑这个叫什么呀 绩效的一个问题了啊 你现在工作当中 我们不是也有这些什么绩效的一些奖金啊 等等 对吧 这是咱们这个点 最后一种分类方式就是 按照编制的一个时间跨度进行划分的话 时间跨度 跨的比较短 年度一算 一年的 对吧 包括咱们的历年制和跨历年制 什么叫历年制 什么叫跨历年制啊 简单来理解 历年制就从我们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跨历年制 那么像美国这样的我们一般是从什么呀 从4月1号到 哎 明年的 或者叫第二年的什么呀 3月31号 它是跨了一个年 过去之后 它还是一个什么 完整的一个年度 但是呢 它是跨了一年制 这是什么 1月1号到12月31号 这种情况 那么对于呢 多年预算 那就是3到5年的一个滚动的 对年度预算具有约束力的预算规划 我们现在是 由我们经常提到的 125什么规划 145规划 现在对吧 哎 这一些就是比较长远的这种多年预算 因为为什么要有这种多年预算 就是为了呢 我们如果说 哎 有一些调整的话 我们可以在未来慢慢的对于它呢 有一些变动 你这个年度预算的话 是不太好变的 那我们只能呢 对它有一些 一些其他的一些补救的一些措施 预算的 一些小的一些调整 你没有办法呢 大动 但是这些长期的一个规划 我们可以在未来呢 预测之后 对它来进行呢 一个具体的一个操作 这是咱们这个点 这就是咱们政府预算编制的 四种方式 讲了哪四种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啊 第一种 按照什么 打眼一看就知道 它是单式的 负式的 这是按照结构进行的划分 对吧 那么第二种 按照呢 你是到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还是白手起家呢 按照编制的一个方法进行的划分 第三种呢 是按照什么 按照它一个政策的导向 我到底是看这个投入呢 我还是看产出呢 分为了一个投入预算和绩效预算 另外 第四种是按照它的年度进行的一个划分 那就是呢 编制的年度 那你是时间的一个跨度问题 你是年度预算 还是我们的多年预算呢 我们这些地方怎么考 一种方式就是呢 考察按照不同的方式 分为了哪几种类型 另外就是呢 考察它里面的一些 小点细点 你对每一个预算呢 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 对它的一个叙述 它的定义 有一个了解 它会这么进行考察 另外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呀 如果说考察到这些比较细的 你该怎么办 那就是平常 你在学完这些知识之后 用到咱们的题目 先去试炼几遍 你就知道哪个点你掌握的好 哪个点掌握的不好了 我们用题目呢 来及时的巩固一下就行 这时候咱们这个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几道箱的题目吧 第一个 最早实行富士预算的国家 有哪个呀 两个国家 一个是丹麦 一个是瑞典 所以答案选咱们的cd学校 另外一道题 有利于防止预算 收支结构 僵化的预算 是哪个呀 你就从所有的自个儿 重新开始编就得了呗 是咱们的零基预算 所以答案选择咱们的cd学校 这是咱们这道题 另外一道题 说呢 关于预算模式的这个说法 属于投入预算的是哪个呀 投入预算最主要的特征 我是呢 对于不同的项目去投钱 但是你每个项目 它都要是独立的一个项目就行 所以我们来看 A选项 全部预算会编中一个种预算 这是谁的呀 这是单式预算的特征 以上一年度呢 为依据的是什么 是基数预算的 限制资金在不同项目之间转移 是不是这个 在成本效益的基础之上 来确定支出预算 这个是谁呀 这个比较像绩效预算的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内容当中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通过这一道题 它引申出来的是 四种预算的这个方式 四种预算的这个方式 四种预算 所以呢 我们去看 对于这个预算的话 我们这样的题目 不仅仅是做题 是通过题来带点 来理解它 箱的支持点的这个内容 才行 这是咱们这一部分 好 这一部分呢 我们了解清楚了之后 你需要注意 我说来着 它这四种分类方式 是站在你不同的角度上去看的 因为它每一种预算 我们既然都学了 它的有优点也有缺点 所以我们在编制的时候 是仅仅用的一种方法吗 你错了 我们是这几种方法呢 去干嘛 去 组合着去用 哪种方法让它呢 更好 更快速的 产生相应的效果 我们会交叉的用 我们可能呢 对某一种方法 采用的负式预算 同时在编制方法上 我们采用了基数预算 那么同时我们考虑 它一个投入产出的一个结果 采用基数预算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这种穿插形式的 啊